哈囉歡迎收看今天宜又挺製作好心情 那今天呢我來開箱一下那個 冷凍小花枝那因為我學弟也是給我一包 這也不算sponsor反正就是我學弟上面都已經有貼這種 combank貼這種貼紙上去了我就順便照一下 不是你要說sponsor也算是可以啦因為這是他送我的 那 這兩種小花枝看起來的尺寸都一樣 沒有 我學弟的比較大一點這邊比較小一點點 那我先把他退冰 退完冰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料理他 來持續來跟各位給各位看一下 來這邊我鏡頭拉鏡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是我這塊是我學弟的的小花枝這一塊是 叫麥哥的小花枝 那以數量來講的確是我學弟的是比較多 但是以大小枝來講的話是這邊比較多 這邊是比較多 那 外觀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只是我們現在都先把他退冰退完冰之後 再來看一下 那個我相信吃起來口感不會差差太多啦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冷凍小花枝 那我後面有看的產地都是來自於越南 不過呢不一樣的是進口上不一樣而已 我們處理好之後 我們退完冰之後我們再繼續來 準備下一步 哈囉 我現在退冰退完成了 那很明顯 數量有差別啦 但是 我學弟這邊的 花枝是比較小一點點 比較小一點點 那這邊的 加麥哥的是比較大一點點 那 我有 其實這不是我第一個 拆封的東西了 我目前拆封掉已經拆封了 三四包了 每次拆出來的數量我都有特地數過 喔 加麥哥他說的 是12支左右 我後來算了一下是大概 14 到16支左右 那這邊 我覺得這邊當然數量比較多大概是20幾支 顏色上的差別比較黃一點 我覺得他這個可能動比較久一點 還是批號的問題 那 這邊相對就比較白 你在退冰的時候你一定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這種軟體類的東西呢 退冰就一定會 有一些特有的 特有的海鮮腥味 那 所以我 我都會汆燙過 至於有些人說 軟體類的 東西好像膽固醇很高 沒有沒有沒有 放心 如果你是怕有高血壓 什麼之類的話 像這種一口小花枝 內臟都已經處理掉了 其實呢 軟體類 頭竹類的東西呢 他的高膽固醇來自於哪裡 內臟 來自於內臟 如果 內臟已經處理掉的話 那 有高血壓的人 是可以比較安心吃 但是也是不能過量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準備一下 熱水 燙一下 然後我們就來 炒過了 接下來 我們就等水滾 水滾 那 花枝類跟魷魚類不一樣 而且這是小花枝 這種是小花枝 肉又更薄 肉又更薄 昨天的那個是魷魚 所以他要滾 他肉比較厚 比較硬 比較硬 那 所以我是水滾 然後水滾的時候丟進去 然後 再撈起來 這個呢 花枝的部分呢 水滾了之後 關火丟進去 再撈起來 就好了 因為 肉的 軟Q度跟厚度不一樣 我只能這樣 只能講 我也說過料理的東西 每個人有每個人做法 這是我自己的做法 你有你自己的做法 當然是OK的 那今天 最主要還是要把它 汆燙一下 有些人會直接丟下去炒 沒有問題 我的確有看過 有些人是直接丟下去炒 但是 如果你有買小花枝的話 你就知道 他在退冰的時候 就已經帶有一個 特殊的腥味了 那你這個腥味的話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接受 我是不接受 所以我一定會把它先 先汆燙 好 滾了 我們關火 好丟進去 他很快就熟了 丟進去 那因為我們還要再炒過 丟進去 然後看一下 這樣 稍微Q了 稍微Q了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撈起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撈起來 只靠熱水的餘溫 先把它 春湯到七八分熟 這樣子 你就把它撈起來 濾網還是忘了來 只好這樣子 把它撈起來 如果你自己在煮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樣子就有腥味了 這樣子就有腥味了 如果你是 想要直接 這樣子吃的話 也沒問題 很好吃 那就直接把它 水滾丟進去 燙手之後 馬上拿出來 這樣就能吃了 直接吃 也很鮮甜 我真的 覺得最簡單的料理 就是這樣子 保持它的原味 那直接把它弄 弄 弄來吃這樣就行了 但是我今天要做的是 下酒料理 下酒料理 所以 我就會 再另外再炒過 我們先把水到這樣 這個量比較多 弄點平底鍋 那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我做的都簡單料理 不需要太繁複的 東西 那我今天是要做辣 這也是配酒料理 做辣的 跟各位街 介紹一下 老干媽有吃辣的人 應該都懂這個牌子 中國品牌 本身有辣油 他本身有辣油 倒一點點進去 沒太多 我不知道你們吃多辣 如果可以吃很辣的 大湯匙一點 個人是 都用 差不多這樣子的湯匙 一湯匙這樣子就夠了 那 接下來 直接開薄 不用想太多 如果我們剛剛汆燙好的花枝 直接倒進去 他本身剛剛有一點點水 就直接倒進去了 流叉 因為大部分的那個 有腥味的水 都已經倒掉了 然後接下來 沒有其他功能 就是等他 熟而已 這道料理 也是下韭菜 我也說今天 值得料理的是下韭菜 老干媽 老干媽的辣醬 加上 一口小花枝 就這樣子而已 這麼簡單而已 然後剩下的油 把它弄進來 水 湯匙拿掉 油都進來了 其實這已經熟了啦 這個 水有點多 剛剛弄的水有點多 這樣子花枝會有點硬 有點支白 沒關係我們就直接把它收乾 收乾 小花枝就算老了之後 也不會 難吃 也不硬 花枝本身的 花枝本身的 肉 本來就偏軟 跟魷魚比起來 當然 會偏軟很多 我這個水真的有點多 我只好收乾了 我真的這個只好收乾了 不收乾的話 沒有辦法 吃到那種 辣粘在上面的感覺 好 那就只好放著讓他收乾了 那各位覺得 還有什麼 好吃的 畢竟已經很久沒有料理了 那就是 有在用就蒙營了 好 剛剛有個電話接了一下 那現在在收乾了 我們把它收乾一下 花枝這種東西你不用擔心九組不會硬 尤其這種小花枝 怎麼煮你也不會吃到 感覺很潤 感覺 完全不會潤 不會潤 不會很硬 那個辣味的香氣沖上來了 馬上肚子餓了 這個東西真的超適合配酒 奇怪為什麼好像都介紹配酒料理 當然啦 你要想一下 簡單料理就是快速就好了 那為什麼要快速 你什麼時候看過在熱炒店讓你一道菜等超過30分鐘的 能快速解決的料理 當然就是所謂的熱炒料理配酒料理就是這樣子 再說 這個沙灘 那只是外面的料理 快炒店的料理 他可能會擺盤 然後咖啡 什麼叫咖啡 可能會丟個甜豆 黃椒 紅椒 青椒 然後 咖啡色 看起來擺盤比較漂亮 或者是 你在盤子上面 看起來會 會很漂亮 就像我那個那天 土壺一樣 其實醬燒這種東西 我只是用 酒 然後用水 用酒代替水 用酒代替水之後呢 我沒有沖 我沒有用放蔥 所以呢 沒有綠綠的 沒有用辣椒 所以沒有紅紅的 所以感覺上擺盤比較稠一點點 那其實 味道上不會差很多 你去看一下醬燒 大部分他們也是會把 水跟醬油混在一起 那這道料理 你如果吃辣的話 麻煩建議真的 把它收 收乾 把那個 老乾媽的辣味 全部都黏著在 花枝上面 你就會 你就會吃到 很爽的感覺 像我現在 炒成這樣 乾了之後 那個香味 很明顯 超棒的 好 關火 再下去就 過熟了 不是過熟了 過焦了 再下去就過焦了 好可以 用余溫 轉盤 一盤 配酒的好料理出現了 辣炒 小花枝 有腦幹嗎 辣醬直接下去炒 所以我就不需要準備 辣椒 蒜頭 那些 辣油 有的沒的 這罐就改過了 我今天蒜炒得比較久一點 因為 我忘了把水 瀝掉 要不然其實很快就會 縮乾 那這道料理 如果像剛剛 不要水那麼多 你又把水瀝掉 直接下去 三五分鐘就解決了 以上 介紹到這邊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可以的話 記得 幫我多多宣傳 謝謝拜拜 還有 去跟 去跟交賣哥多多消費一下 多多消費他的東西 然後呢 他有新的 他有新的產品的話 麻煩 留個眼跟我講一下 我會再去買來 開箱 謝謝拜拜